最近头发一直特别长 因为我总是出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很讨厌洗头发 越长越难洗 所以我打算把头发剪短一点 这样我每次出去回来的时候 都可以一起洗头 但是外面那个 很多理发店都已经关门了 找不到理头发 所以呢 我只能让再一口帮我剪 那猪猪帮我剪了 平时猪猪在家里的那个剪头发 全都是我剪的 她很少 她从来都不去理发店剪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 比较齐备的工具 我试一下先 要试一下这个 她的理发刀 其实她也不是很会剪 她还是一早就跟我说好了 就是不要怪她剪的不好 看来还是蛮有效果的 嘿嘿嘿嘿嘿 好像我的头发已经逐渐的 短了很多很多笔之前 继续剪吧 我有点都不心疼 我有一点都不心疼 因为洗头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 好 我的短发剪完了 特别舒服 那我想现在要建议 比如说在屏幕前的你 如果你生活在美国 但是目前状况下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理发店才能打开 那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赶紧去超市 买一套这个 十几二十块钱嘛 买一套那种 很简单的理发的这个工具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每一个人 等到疫情结束的时候 都变成了潮 都变成了潮 好明天见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5号 让我们心存善良 远离闭魔 健康平安